东方财富往三十月训,上周大跌后,美国股市周一高开低走,道指盘出一度大涨于300点,起车股普涨,截至法稿,那只回土全部涨幅转跌,道指涨幅缩债至74点。 此前该指数一度涨超350点,标普500指数涨幅缩债,至0.62%,奈飞跌4.8%,亚马逊跌4%,在本周,即美股第三财季最后一个完整周,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中约有四分之一将公布财报,苹果和Facebook将是市场焦点。 瑞盈全球宏观策略副主管巴姆巴尔,趁,预计美股还将有5%到10%调整空间,不过美国经济增长仍然强劲,美股不会出现崩盘,美联储将继续加息步伐,全球开金关注,美国9月PCU环比增长0.4%的连续第七个月上涨,美联储最为惨重的指标,PCU通胀指标出炉。 数据显示,美国9月个人消费支出,PCU环比增长0.4%,符合市场预期。 美国经济数据过后,主要资产价格暂时波动不大,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创近10年半新低,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收盘价暴6.9560,较上日官方收盘价跌82点,较上日夜盘收盘跌110点。 全球股市重现近期金资金持续出炉债券市场,资金流向监测机构而最新发布的重度数据显示,上周全球资金回流美股,拟转了次线一周大幅净流出171.1亿美元的惨状,并继续流入日本和新兴市场股市。 欧洲股市资金依然延续流出,但有所放缓,资金仍然出逃主要债市,尤其是美债市场资金流出加速。 德国正看待着,总理默克尔获不再任党魁,据多家媒体报道,德国总理默克尔,准备不再进选,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CDE的领导职务。 这一消息发生在金民党在巴伐利亚州、黑色州的选举中连续遭遇重伤之后,调查,金价料从19个月底点温和反弹,今年均价,预计为1273美元。 调查结果显示,银行和券商在8月均价,跌至19个月底位后,已经下调了今年和2019年的平均均价预测,但他们仍预计均价温和反弹。 美股公司新闻,又报道称,特斯拉第二大股东,有一对该公司进行更多投资。 另一方面,据报道,知情人士称,美国FBI正在审查特斯拉的Model,三生产数据,以对该公司是否鼓打投资者进行刑事调查。 特斯拉表示,该公司尚未收到传票,证实请求或任何其他正式程序。 但媒体上周五报道称,前特斯拉员工,已收到传票和提供证资的要求。 IBM上周日宣布,将以约3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开源软件和技术供应上红帽。 此次收购得到了IBM和红帽两家公司董事会的批准,此外还需要得到红帽股东,监管部门的批准,并符合其他常规扫建。 此次收购是IBM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,也是美国科技行业史上上第三大交易。 纳斯达克交易员上周宣布,将把恩制服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。 自11月5日起生效,中概股新闻,周一,与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人民政府,湖南相将新区管委会。 基于Apollo开放平台达成全面合作,双方将携手共建,自动驾驶与车路协同创新制范城市,将长沙打造为自动驾驶之城。 表示,国内首批自动驾驶出租车,将在长沙规模化落地测试运营,预计,2019年规模达到百量。 港美股投资就在东方财富国际证券,依次操作同步港美市场,更有多重毫利免费送,一分钟开户,投资全球优质独角兽。 关注东方财富网号How is the money news每天为您推送权威,专业的财经资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